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什么难事 这块白水晶是个好东西 不但可以封存魂魄 还可以净化灼溪和元神 跟太成宫中的圣花佛灵花 有一样的功效 看来等我解决了净横的事情 我就摘一些佛灵花炼入白水晶 以后需要净化什么的 就可以用它来净化 总比用来做害人的是好多了 东华帝君伸手摸了摸玉西的长发说道 汐儿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一直都知道汐儿你最是心善 这白水晶在你手中 并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玉西挥手将白水晶放入居顶以内 说道 走吧 回九重天 说着便拉着东华帝君的手 念起于风诀向太成功飞去 身后的燕池乌吩咐跟来的凤行 暂时管理魔族的大小事以后 也念起于风诀跟了上去 九重天阙一十三日太成功 玉西和东华帝君 燕池乌撤去于风诀 降落在太成功的门口 丛林先关上前行礼道 小仙见过东华帝君 东华帝后 见过魔君燕池乌 东华帝君挥手是一 仲林连礼问道 仲林 何事 丛林回答道 帝君 七色玄黄已将击横带入太成功 请问帝君可是要即刻询问 玉西代替东华帝君说道 自然是要立刻询问 仲林 你即刻去月二宫的殡仪殿 请孟浩上神前来 然后再去一趟乌林山 将东华帝君坐下的行列上神和军灵上神请来 仲林应声道 是 帝后娘娘 说完便退下去 请孟浩等先者前来 一住香后 孟浩上神 行列上神和军灵上神进入大殿行礼道 晨等见过东华帝君 见过东华帝后 东华帝君挥手示意他们免礼 开口说道 汐儿 他们已经到齐了 你可以开始了 玉西点了点头 抬手唤出一个笛子吹了一声 接着便迎合起了一声嘹亮的奉鸣 下一刻七色玄黄便带着击横出现在大殿之上 玉西收回笛子开口说道 七色玄黄 回来 七色玄黄再度发出一声嘹亮的奉鸣 便化成了一个七色玄黄玉簪落入玉西手中 玉西便随手将玉簪插入发际之中 抬手解了姬衡的禁言术问道 姬衡 你可知罪 姬衡却说道 白凤九 你有什么资格定我得罪 要不是你用魅术迷惑了老师 你有什么本事可以坐上这地后之位 玉西冷冷一笑说道 姬衡 事到如今你还是不知悔改 既然你不想说 那本地后就来帮帮你 让你亲口说出来 仲林 你记录一下 仲林一言拿出了执笔准备记录 玉西低声念了几句 谁也听不懂的咒语 只见玉西手中慢慢地出现了一朵淡粉色的莲花 然后玉西将莲花向击横的方向扔去 莲花不偏不倚 正好打中击横的额头 慢慢融入了击横的额间 他额间便出现了一个莲花的标志 双眼也变得空洞起来 东华帝君说道 希儿 你这是干什么 玉西说道 没什么 我只是给他种下了一朵湿魂莲 在这朵莲花的作用下 不管是哪个仙魔都只会说实话 跟天族的湿魂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莲花的效果 比湿魂果的效果更好一些 并不会出现吃了湿魂果的后遗症 说完 玉西向姬衡问道 姬衡 本地后问你 你不择手段地要得到东华帝君 是为了他还是为了帝位 姬衡如同机械一般的回答道 回公主殿下 是帝位 玉西看向众仙惊讶的表情 继续问道 姬衡 你将东华帝君送你回魔族以后 处心积虑想重回九重天阙 跟在帝君身边 达到你的目的所做的一些策划都说出来 姬衡机械地说道 是 公主殿下 姬衡当年回到魔族以后 因魔骨被剔除一度跟凡人无意 在消沉了一段时间后 便重新开始在离开魔族之前一般无二的生活 然而无意之间 我在藏书市找到了一间密室 在密室中找到了许多记载了魔族技术的书籍 但是姬衡当时并没有想过修炼 只是当打发时间看看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可以重铸魔族的禁书 当中还记载了一个阵法 明魂戒阵 便想用此阵将我的元神和公主殿下的元神互换 然后等我完全掌握公主殿下的先法后 寻个由头将殿下丢下诸仙台魂飞破散 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成功 因为我当时根本无法走出帝君设下的结界 而正在此时梦号上神 竟然轻而易举的进入了结界来看望我 但是我就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开始修炼 技术重铸了魔骨 找到机会有剥离了一丝魂魄 附身在了梦号上神的身上 接着梦号上神的先生 离开结界上九重天阙 对元吉攻下了几重昏睡绝后 取走了长衣公主的元神和魂魄作为筹码 刺杀凤宇公主为自己增加一些胜算 东华帝君放下手中的茶杯 眼中散发着杀气说道 果然是个心如蛇蟹的女人 本帝君本以为她已经安分手挤了 没想到她竟然筹划了万年之久 而且还想启用魂戒症取息而而代之 当初就不该饶她一命 燕池乌问道 小九什么是魂戒症 玉希说道 魂戒症是上古洪荒时的邪神妖魔 为了永生而创造的 她会将两个先者的互换 而达到永生目的 我记得我与化前父神已经毁掉了所有的魂戒症 没想到魔族竟然还留有了魂戒症的布阵方法 东华帝君转向孟浩问道 孟浩 你怎么确定这个心如蛇蟹的女人是你的女儿的 孟浩上神听到现在已经在心里 大致拼凑出事情的大概了 只是她自认对这个女儿亏欠甚多 若是求帝君解除她女儿的囚禁 她定然会帮助女儿如愿 只是自己清楚帝君与帝后的事情 心里清楚帝君与帝后 历经了三生三世才在一起 而且帝君与帝后之间已经没法子插进任何的先者 并且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进入这个漩涡 只是她没想到 孟浩居然打算启用魂戒症 呼唤元神后再下手害她 孟浩上神斟酌之后回答道 回帝君 当年她的母亲告诉成的 当年自己确实只是因为那个女人 就确定这个孩子是她的 并没有详细的查 毕竟她认为那个女人不会骗她 东华帝君听这话吃笑一声 冷声吩咐道 行列 燕 行列上一次听到这种命令 还是在几十万年前 不由得颤了颤 立刻回答道 是 陈明白 行列上前一步说道 季衡公主请伸手 孟浩就在这里 我们七十二神将 也只有我和军林兄弟在这 若要是让我们发现一个女人敢欺瞒我们兄弟 魔族就等着承受我们兄弟的报复吧 此时的姬衡中的失魂脸还没有失效 直接伸出了自己的手 行列拿着燕生石走进姬衡公主 伸手换出一把匕首 划开姬衡的手 燕生石滴了姬衡的血之后 被行列拿到孟浩面前 孟浩不犹豫地划开手指 滴了一滴血到了燕生石之上 燕生石请客间变成血红色 孟浩死死地盯着燕生石 片刻之后 燕生石变成了蓝色 也就是说孟浩和姬衡两人之间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孟浩看到燕生石上的蓝色 看着眼前的姬衡 只觉得自己可笑得很 被一个女人骗得团团转 还连累了自己的君上 孟浩只觉得羞愧不已 只是现在姬衡在不是自己 亲生女儿的情况下 还做下这么多恶事 那就只是死罪一条 没有活路 虽说这个孩子并不是孟浩的孩子 孟浩对他还是有些感情 想要去为他求情 君临上前拉住孟浩 说道 今天的事情不要插手 帝君的情况不对 而且你也清楚这凤与公主殿下 是帝君心肩肩上的女仙 你今天算是侥幸捡回一条命 若这个魔族公主是你的亲生女儿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